如果你現在看到他突然間架上股貨 拜託你 有你的size就馬上按下去馬上去結帳 儘管那個運費80塊了 因為他很難搶 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期呢 又是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毛根女孩告訴你 大家很多人認識我應該都是從毛根女孩認識的 我也蠻常說到大家對於毛根的一些商品 有一些有沒有什麼推薦啊 或者是這件衣服你穿起來新的如何啊 或是尺寸啊什麼的 我也沒樂意回答大家這部分的問題 那我最近整理出來的五件褲子 是我最推薦最推薦的毛根褲型 如果你現在看到他突然間架上股貨 拜託你 有你的size就馬上按下去馬上去結帳 儘管那個運費80塊了 因為他很難搶 這五件褲子呢都是我非常非常推薦 平常我如果不知道要穿什麼 我也不想去想 我今天穿這大藥怎麼搭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五件褲子 然後再找一件適合他的上衣來搭配 就是這麼的舒服 安心合理 然後百搭 第一件是這件直筒的卡其褲 這件其實在架上已經紋售了 我是在毛根蒙眼過年的時候 他有打大折扣買的 毛根其實在打大折扣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划算 這邊教大家一個小tips 就是如果你有喜歡的衣服 但是你有一點點買不下手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存到你的wishlist裡面 然後定時的去查看你的慾望清單 如果你發現他有折扣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下手 通常他會從四折五折六折七折八折 開始折扣起來 有的時候時間是非常非常短的 折扣時機的話 通常會是有連假 比如說清零連假 端午連假 這種或是補班日 或是像聖誕節 情人節 這樣子的特殊節日 通常最大的折扣會發生在過年期間 也就是目前的時候 所以大家最好是要鎖定這段時間 那一些特殊單品 像是毛毛外套啊 大衣啊 這種類型的單品 會在寒流的時候很容易有折扣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原價買不下手的話 很建議大家可以先存到慾望清單 看到折扣立刻下單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值得購入的時機是 上薪七十二小時 通常這時候會折個兩百塊 兩百塊其實對於一個兩千塊以內的單品 就等於是打比九折還要低的價格 我覺得這樣子的折扣算是蠻誠的 也可以讓你最新的穿到現在非常流行的款式 好扯遠了 第一件是這件褲子 這件褲子它版型是有一點點簡型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褲管 它的褲管是有這樣子的車縫線 所以會讓你的線條是有一點點收容的 這件褲子的好處是第一個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不是完全的白色 所以我不用擔心我出門的時候會髒掉 第二個是它的布料 它的布料並不厚 所以我可以從 因為我本身住在台南 所以我可以從春天夏天衣服穿到秋天 甚至是沒有寒流冬天穿這件 我都是覺得ok的 春天夏天的時候穿這件坐在辦公室裡 冷氣房內 我個人是覺得並不會熱 加上它的版型並不會很lady你的小褲 因為我個人是離型身材 所以我的小腹還有臀部是比較胖一點點 它的版型是在這邊有稍微做一個比較寬的 第一個是有大折 第二個是它本身的車材線就有這樣的弧線 所以你在坐折的時候或是你在行走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有舒服感 今天隨便戴一個黑白灰 當然假裝的人就也不會很沒有精神 但如果你要因為它是米色調的 所以你要戴一些咖啡色或是奶茶色的西裝外套 也是非常的適合 像我上班的時候就非常常拿這件 搭配一件奶茶色的西裝外套 然後再搭配一件可能米色或是純白色的襯衫 或是T恤就可以出門了 鞋子的話也是平常的小白鞋 或是你想要戴一些皮鞋靴子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主要是它的顏色廣度真的非常的廣 這件買到了三個月內 我真的發現我上班還有日常太常穿它了 但可惜就是那時候是在領馬的時候買的 所以我買不了其他顏色 不然我是真的會想要包它的另外一件 直到隔一陣子之後呢毛梗出了這一件 這件目前的話我看官網是還有貨的 還有這個顏色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比較偏黃一點的淡黃色 這件呢以我的身高150公分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長的 它的褲型跟剛剛那件是有一些些的像 只是它這裡的打折又更明顯 所以穿起來的話 如果我有一點點變胖 變胖了一兩公斤的話 這件穿起來型就不會那麼好看 我可能就會暫時把它收入了冷供 我覺得問題的癥結點就是 因為我挑的是我平常的size 那如果你今天要挑的話 建議絕對不要挑比你的身型還要小一號 我想說硬塞扣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即使扣起來但是你這邊因為它有打折的關係 你穿起來固固的其實會不好看 所以大家在挑size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挑適合你的尺寸 這件是毛梗在春天的時候出的 它的厚度就比我剛剛介紹的那一件又再更厚一點 所以在最夏天大概八月的時候 我是不會想要穿這件出門 因為會比較悶一點 但是相對的它因為長度長 然後後路比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它往下拉長的能力又更好 因為它整個就是重量會往下走 加上它的腰呢我覺得是有比較高的 就是比剛剛那件高 所以整個穿起來腿會很長 這件的好處是因為它是墨綠色的 平常我算上班比較常搭配暖色調的襯衫啊 或是西裝外套 但是我私底下如果想要就是跟朋友出去想要酷一點 或是比較休閒一點的話 我會搭配像是黑色或是純白色的白T 然後再搭配皮衣這種比較冷色調 或是比較帥性休閒一點的也會非常適合 介紹完兩件牛仔褲呢 就要迎來第三件 這件就是真的就是丹寧 真的就是毛根最近最新的這件 一樣是減行之童褲 它的特色就是這邊有一個非常立體的這個抽選 我原本在下單的時候就是打算要包色 因為我有前列兩件的經驗 所以我非常信任毛根這次出的減行褲 但我唯一的疑慮就是 這個車線是從大概膝蓋上方的地方開始車的 會不會有點突兀有點奇怪 因為通常的車線都會從上面這樣一路下來 答案是完全不會 而且它有助於視覺上的延伸 所以你在穿減行褲的時候不會覺得你下面只是膨膨的鼓鼓的 但沒有重點 第一個是它是向外縫的這樣子 向外縫的 所以它會把你的小腿那個位置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邊就會變得非常的利落 像放這種有外縫的褲子啊 很容易在網牌上埋到 車線有一點就是不均勻 比方說它這邊線側到這邊 然後就有幾坨線掉出來 或是就是有一些多出來的線 這時候你把它剪掉的那一段的縫線就沒了 這時候你不剪掉的又覺得 這個好像有點靈質感到 就有點微脫線或是線沒有很好 但毛孔的這件褲子它的線封的就是 精緻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件穿起來有一種 這件好像很貴的那種感覺 加上自從這件入合就進入我的衣櫥之後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搭配什麼的時候 就會搭配這件褲子 我看中的是它的單寧是原色單寧 所以不管今天是要搭配 如果穿的產品的話都會很適合 我拿的是S號 其實在穿的時候 有時候是會積在褲管那邊 褲管會積在腳踝那邊 我有時候會試穿搭的需求把它反折 把它褲管反折 但它這件褲管反折並不會很習慣 因為有些寒貨或是本身褲子的形狀 它其實是不適合反折 反折之後反而你就是腳底會有一點點不平 或者是有點膨膨的那種感覺 但這件反折是非常好看 很像天生這件就是本身做反折褲的那種感覺 不會讓你有一種就是 好像剛剛就是去了浴室捲的褲管那種感覺 不會不會 那因為這件的版型非常好 我在收的時候就同時也收了 沒錯 我收了它的白色 它的白色是搭配這種灰色的車線 這件架上也還有 我真的推薦大家拜託 一定要買 就是趁它還買得到的時候一定要買好嗎 白褲很容易讓人家就是穿了就覺得 好像有點透 然後就覺得好像有點尷尬 或者是很容易穿了就讓人覺得 這個人的下半身很蓬蓬的胖胖的 如果你是理性身材有這樣的煩惱的話呢 這件也是拜託必收 它有這個車線的關係 所以你下半身的視覺不會讓人家覺得一片白 或是一片就像幾 就是像兩條氣球一樣蓬蓬鼓鼓的 你是有視覺重心 然後它的車線也並不是直接搭配一個非常深的黑色或是咖啡色 它是搭配有一點點藍灰色的這種風線 所以呢 它只是隱約的帶領你的視覺 沿著那條立體的車線往下走 並不會讓你覺得那條車線特別突兀 這是我覺得這件褲子最厲害的地方 加上它後面的錶呢是毛根的奶茶色錶 我很喜歡它這個雙雙雙雙耳朵 這個耳朵就是穿了那個什麼皮帶之後 其實會非常的好看 介紹完單頂褲子之後 我就要來介紹這兩條綿質的褲 我一樣是包色了 我是先買了黑色之後 欸我其實有點忘記我先買哪個顏色 總之我先買了一個顏色之後 我又立刻就是看到它打折的時候 而且也是過年打折的時候 立刻包了另外一件 這件有一個缺點就是因為它是鬆緊的 但是我個人就是腰內肉腰間肉比較多的人 所以我穿的時候那個肉會有點擠出來 所以導致呢這邊會很束 但是這邊會膨一塊 所以這件的穿法我覺得適合我的穿法是 我會穿就是可能蓋到大腿一點點 或是直接蓋長一點點然後露出下面 這件主要好就好在因為它是等形容 但它並沒有到非常的厚 所以你大概在秋天開始就很可以穿它 第二個是它是鬆緊的 但是它的鬆緊並不會讓你覺得很勒 雖然我剛剛有聽到我的腰間肉 可能會有點跑出來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勒很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之前是我上班非常喜歡穿的 搭配上我覺得廣度非常的多元 然後穿著上舒適度有很夠 所以這條算是 我如果就是突然間要下去領個包裹 或者是突然間睡醒的 我朋友說欸今天要不要出門的時候 我隨手一抓就會抓這件 然後再搭配一件適合它的上 身而為一條就是 綿質的褲 它的口袋是非常的足夠 它前面左右都有一個口袋之外 它後面也有一個口袋 那冬天搭毛衣或是 搭一個稍微有一點後路的T恤 都是非常的適合 另外有一點讓我愛這件愛到不釋手的就是 這件搭西裝外套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下面搭皮鞋啊 或是搭馬丁靴超可愛的 所以我就是過去有非常非常多穿這件 然後搭馬丁靴或大頭鞋 或是搭西裝外套有穿搭 主要是因為最近很流行那種寬寬大大的外套 西裝外套或是鋪綿外套 那這件呢 因為它視覺 我有說它是視覺往下的 所以穿起來會讓你的腿 雖然人家知道你在穿寬寬的褲子 鬆鬆的褲子 但是會知道你本身是瘦的那種感覺 好接下來就來到最後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西裝褲 是這件紫色的 欸 它一定覺得蛤 你沒有介紹什麼 黑色白色的西裝褲 我後來才發現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幫衣服做分類整整理的原因 因為我後來就是整理完之後就會發現 我其實很少很少買毛梗的西裝褲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家的褲長 其實偏長 所以我在跳的時候都會非常的謹慎 單一牛仔褲的話通常不會那麼長 但他們家的西裝褲很常做落地的 有時候就是對我來說會太長 這件的話其實穿起來也是有到落地 我要可能要穿稍微高一點點的球鞋 才會不踩到褲管 但是我覺得 第一個是它的打折 這邊是有兩個打折這樣子下去 但它的打折是有夠深的 並不是有淺淺一個小准 如果你看到褲子這裡的打折是淺淺的話 可能要小心 特別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型身材 就是在小腹還有大腹的地方 比較需要修飾的話呢 那種淺淺的打折很容易就爆開 爆開之後人家就會覺得 這人是不是穿這件褲子有點勉強的那種感覺 第二個是它這裡的褲頭呢 是有做這個皮帶的 加上它褲頭夠寬 如果褲頭細細的話可能 造型感不會那麼強烈 但因為它寬寬的褲頭加上有點高腰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穿這件 然後搭配短板的各種上衣 最後就是加碼兩件 我並沒有到那麼實穿 但是我覺得版型也很不錯的西裝褲給大家參考 第一件是這件比較性色的西裝褲 它前面的話還有做這個壓折 我記得官網上還是有貨的 這件的話呢 唯一的缺點是如果我 它是S的嗎 對這件它是S的 因為我就是有時候吃的比較胖的時候 穿這件 因為它是它的顏色是淺色的嘛 加上它比較 它的這個部分比較貼 所以如果吃比較胖的時候 其實這邊是會比較明顯的 對 但如果說我在一般合理的時候穿的話 它整個視覺是從這裡開始往下拉長 所以很順的就會拉到你的鞋子的地方 有時候搭配一個木勒鞋 或者是搭球鞋 皮鞋都很適合 加上它的顏色呢 並不是奇怪的卡其色 因為有些卡其色可能太綠的話 會讓你覺得髒髒的 那太膚色的話 又會讓你覺得 欸這個人有穿褲子嗎 那種感覺 這件的卡其色是非常適合 它是微微帶一點點粉嫩 有點黃米的那種卡其色 所以很適合辦公室的穿著 不管你上面是要搭比它淺色的 或是搭比它深色的焦糖色 這件都非常的適合 加上它還蠻好照顧的 我這件洗完是美還沒有燙過的 它並沒有很明顯的紋路 而且我平常是直接把它折在衣櫥裡 它的那個折痕也沒有到很明顯 第二件呢是這件西裝褲 這件最可愛的就是它的這個 耳朵是這樣子寬寬的 但是因為它側邊是有這個調節扣的 所以我就不會再特別搭一個皮帶 因為感覺這樣子腰部會圍太多東西好像有點奇怪 但是這個寬寬的耳朵真的超可愛 這件的厚度是比較厚的 那我本身生活在台南嘛 其實除了寬寬以外 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熱的狀態 所以我真的是只有在那種體感很冬天的時候 可能要20度以下 我穿這件才會比較舒適一點 不然其他時候穿都會覺得有點太厚 總體而言的話我覺得版型上 一樣你挑對尺寸是非常好看 而且很顯瘦顯高的 加上這個調節扣 我有買過很多側邊有調節扣的衣服 要嘛就是它這個調節的袋子會往外飛 你穿起來就是幾乎兩邊這樣 超奇怪的 但它這個調節扣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會順順的沿著你的腰圍旁邊走 不會讓你的腰兩側很尷尬 好啦那今天就是 當我不知道要穿什麼的時候 我今天最最最最最常穿的毛根褲子 基本上它們已經進去 一集無數次進去又出來 馬上就是還沒有被折禁衣除去 馬上被我再拿來穿 幾乎是春夏秋冬每天穿 但是大家還是要就是詳細的閱讀 官網上的一些尺寸建議還有評量 畢竟每一個人的身形 適合的版型都不太一樣 像我個人的話 雖然心裡喜歡剪行褲 也其實適合某些類型的剪行褲 但還是在不同的剪行褲的剪裁裡面 有適合跟不適合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了解自己的身形 然後詳細的閱讀評量之後再下膽 比較不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那未來的話大家如果想要看毛梗推薦的裙子 或是洋裝或是襯衫的話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毛梗的收藏 他們家的衣服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概就是這樣 喔對了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每一件都有試過 說不定還有寶藏的西裝褲 或者是丹寧褲 或者是簡型褲 我沒有試過大家如果推薦的可以留言跟我說 就是這樣 祝大家新年 恭喜發財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